请金刚上师颠巴喇妈祖法 日期7月13日星期六 时间晚上7点开始 地点榆林观音讲堂 榆林县胡伟镇新兰里 足为六十之三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洽询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师神法为密法中之断法 可断火值烦恼 并可除累事深重业障 圆满世间法 尽邀大德把握此殊胜因缘 踊跃参加 参与信众请自备两倍 佛教慈悲至夜 榆林观音讲堂 举办不动佛超度法会 恭请金刚上师颠巴喇妈祖法 日期7月14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榆林观音讲堂 榆林县胡伟镇新兰里 逐为六十之三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下旬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第七卷 经文现在讲到就是观世音菩萨 由耳根修正远通成就之后的妙用 由三十二印十四无微 四不思义 这是简单说出观世音菩萨 耳根远通成就之后的微妙的功用 前面三十二印讲过了 现在是讲第二十四无微 就是十中三远离部位的功能 略说有十四种 这十四种无微啊 就是法法经普门品里面 两番问答的初番问答 无定义菩萨问佛 观世菩萨一后音乐明观世音 那么佛的答复有总答有别答 然后劝慈明 总答为一 别答免提难 离三读满二求 就有十二种 那么再加上后边的劝慈明 念菩萨的圣号 那么跟前面的总答 合并起来就是十四种 叫做十四无微 这里就是把总答排为第一 观世菩萨当时三十二印的 这个妙用说完之后 对释迦牟尼佛说 世尊 我夫与此文心文修 金刚三迈无多妙力 一诸四方三十六道 一诸众生同悲两故 令诸众生与我身心 获十四种无微功德 这是总说 观世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 世尊 我观世音 就以我过去修尔根远通 反文文字心 以此宣习本性中 由文性启发出的 这个妙用的修法 成就这个金刚三迈 能破坏一些烦恼 而消除一切的 这个烦恼的 这个种子 然后成就这个本有 这个不可思议的妙用 能够成就众生的 一切心愿得到圆满 这个叫做金刚三迈 那么他是无所作为 不用造作 那么以不用造作的 不可思议的 妙力 妙就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神力 妙用 那么跟死方三是六道众生 同样的 同样的悲娘 众生正在受苦 那么菩萨的大悲心 要去救度他 那么众生 两目菩萨的圣德 所以叫做娘 以众生同悲娘的缘故 此令众生 在观世音菩萨的身心上 于我身心的 我是观世音菩萨自身 在菩萨的身体 是现身处法 菩萨的心力 就是以明明中加倍 一切众生 斯塔利古德罗 他能够此令众生 获得十四种无畏功德 有这十四种的无畏 畏是众生的不畏 众生有什么不畏呢 根据传言金石地平 出地里面说 众生有五种不畏 第一就是不活畏 生活上 如果不能够移植生活 那就会变成 有不活的恐怕的情况出现 就是不活的不畏 那么第二种啊 就是恶明威 世间上做人 好名声 人家尊阳 假如有不好的名声出现 让人讨厌 好像这个 遗兽万年了 那种的情况 就是很可怕 也是这个叫做恶明威 这是第二 第三是死威 六道众生 无论你在哪一道 有生必定有死 人有生捞病死 外物有生住一面 有死威 死了一生就结束了 而且死是逆转 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所以众生怕死 世界上没有人不怕死的 所以第三有死威 死了如果造了欧业 会堕落三恶道 所以第四有恶道威 造到欧业 就会堕落在恶道里 地狱恶归受伤受苦 那就是第四恶道威 第五啊 大众伪的威 在平常 如果是自己的修持不好 如果不如人家 在大众当中 他看到大众的伪的 会生起不威 这就是华言经所说的五种不威 众生有这五种不威 那么观世牧萨 使他立位 所以菩萨叫做立不威 死灵众生 能够离去一些不威 所以也叫做是无威者 他专门布施众生无威的 这个大菩萨 功德 越菩萨这边讲 菩萨成就这个功能得用 所以使众生能够远离不威 那么 这是先总说 然后分别说明 一则由我不知观音 一贯观则 另必使风苦恼众生 观其音声 记得写脱 这是十四五位的第一种 由观世牧萨 他在音地修耳根源中 不知观音 不像普通一般众生 听到外边声音 就被声音所转 我现在是反观自信 不被外音所转 所以叫做不知观音 我不是像普通一般人 望外观察外面的声音 我是以自己的本性为所观 不观外音而观自信 观察我能观自信的这个观则 就是由本有的 本觉的智慧 发起此觉 开始觉悟的智慧 来消除烦恼 而得到究竟觉 那么就是本有的觉性 究竟圆满 能观所观的本有的智力 由此启发智慧 一方面自己圆认 这个圆通的功能 一方面使命众生 以这个功德 能够远离一切苦恼 所以能够使命 比十方世界苦恼的众生 观其音声 记得写着 这个观其音声这一句 因为他中间没有提到 念菩萨的名号 所以有人解释 因为众生在受苦恼的时候 要像菩萨这样反观自信 不被外传说 不被外传说 反观自信 才能够写着苦恼 这种说法 这个明朝万历年间的 正脉书啊 焦光大师就破旨这个说法不对 因为众生正在受苦恼的时候 他怎么能够修灌呢 例如说正碰到严重的灾害 你叫他修灌 他有可能吗 平常是修灌都要上根上枝 何况在极难当中 是不可能修灌的 这么应当是称明 称念观世音菩萨的身后 以慈敏的功德 才能够消除灾难 那么这就是法法经 这个佛的总大里面 这个无量众生受诸苦恼 闻世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明 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音声 使令他得到解脱 所以里面有一心称明的文字 叫这个受苦难的众生啊 专一起心 称念观世音菩萨的身后 才能够消除灾难 那就是用意再要众生 持明 有持明的功德 才能消除灾难 持明 比起修灌来容易得多 只要你知道有那么观世音菩萨的身后 重新详取 从口念出 自成恳切 求菩萨加倍 救苦救难 自成恳切念菩萨的名号 就能消除灾难 因为 这部经啊 在观世音菩萨自己本身说的话 他是先说自己的修行成就 然后以果德 来使众生利苦得乐 因此啊 他把这个果德方面啊 说得比较简单 而阴心的修行啊 说得比较详细 所以他每一条开头啊 都有一句两句 说明他有修音的功能 法法经是佛说的 佛之说菩萨的果地的功能 没有说他的修音 只要有人闻到菩萨的身后 称念他的名号 由此就能够得到写脱 因此啊 正脉里面这样说 令比死方苦恼众生 下面这个观其音声的中间 就是众生下来的观其音声 这个中间 加上两个字 就很显明 可以表达出来 比如说 令比死方苦恼众生 蒙我观其音声 加蒙我两个字 成蒙的蒙啊 正脉里面这样解释 你加上这两个字 就显出这个 要众生持名的意义出来 蒙我 我是观世菩萨自身 只要你能念我的名号 我观察他求他苦的音声 观其音声 是菩萨观察众生 正在受苦 称念菩萨圣号的音声 所以提指众生 音声指众生正在受苦的时候 称念菩萨的圣号 一行专程 南无观世音菩萨 由此啊 菩萨随时感应 使他利苦得乐 就记得写脱 随时就能够得到写脱 这一点呢 我觉得正脉的意思说得很周到 远远法师的讲义里面 也按照正脉的意思 把它表达出来 说得很清楚 应当是这个样子 就是众生要念菩萨的圣号 以持名为主 假如你不念菩萨的名号 修罐很不容易的 因为平常是就不容易修罐了 何况是在疾难当中 疾难要众生修罐 这是有困难的 所以只要称名就可以 华元经入法戒评 就是八十法院的最后一评呢 从第六十几元开始 有二十一卷 也就是四十法院的全部 就是四十法院全部 就是入法戒评 详细叫做入不思义 写出境界不先心愿评 里面说明 善才从子五十三三 那么里面也有参导观世音菩萨 就他五十三位善知识当中 到了观世音菩萨 那么到二十七位 那么这是已经表现 是从十十十行到十回向位 里面有参观世音菩萨的这一段 那么因此观世音菩萨 他跟善才说明 他一大悲心爱护众生的这个情况 里面就有这么一首句送说 若有众生遭恶难 种种苦惧破其身 若能至心称我名 一切写脱无由不 这是四十法院里面 善才通知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说他 此众生历苦得乐 救苦救难的情况 只要众生自心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若能自心称我名 这就最重要 人如果能够自心 自成心 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那么一切写脱无由不 所有的苦难 通通都能在写脱 不必忧愁 也不必不畏 得到安宁 这就是先总说 别说里面 清难 没有包含的 其他的一些灾难 通通包含在这个总说里面 就是这个第一种 第一种就是总包含 一些种种的灾难 都能使他利苦得乐 从前 浙江省有个上宜的地方 有一个米商 在长江里 河流里 开船 从前都是 用船在水道里 运载石粮 米粮 到各地方去贩卖 这个米商 它因为开船 可以说随时随地 都会有灾难的可能 因此他学佛 而且是专修观世音菩萨法门 他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像 小小的 在自己家里呀 有一个小佛堂 供观世音菩萨像 凡是要去做工作的时候 就把菩萨像 就把菩萨像请到他的船上 船上有一个小小的 供养菩萨的小堂 把菩萨像请到船上 在水路里游走 一方面呢 只要心能够念菩萨的时候 随时随地念观世菩萨 一天到晚不断地就这样做 下班的时候回来 就把观世音菩萨像请回家里 供在自己的小佛堂里点灯 烧香供养 那么天天都是这样子 早上也是点香烧香供养以后 修菩萨的这个功德 关于这个修法修好了 然后时间到了 就把菩萨请上船 菩萨像跟着他 上船工作跟着上船 回来跟着下船 是这样的 天天这样子过日子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了 有一天晚上 他在睡眠的时候 半夜观世音菩萨出现了 他供养的菩萨 跟他供养的菩萨的 连像完全一样 陷在他的面前 就教他 他说你这么虔诚 我现在有一首俱颂 你必定要把它背起来 不能忘掉 要这样子做 那么这一首俱颂是什么呢 菩萨说 逢桥莫停州 桥 桥梁的桥 碰到桥 有桥的地方 周子是船 你不要在那个桥下停船 第一句 逢桥 莫停州 碰到桥 你不要在桥下停下来 第二句 逢油 须磨头 碰到有油的时候 把那个油摸起来 摸在头上 摸在头上 磨头的磨啊 翘首旁一个本磨的磨 本磨的磨 是摸在头上 碰到油 你把油把它摸在头上 这是第二句 第三句 斗骨 三声米 一斗的骨 骨子 做米的骨子 一斗就是死身嘛 斗骨 三声米 第四句 苍蝇去碧头 苍蝇 火行 苍蝇去碧头 这四句 在梦中只是这个米商 你好好地记住这个鸡松 照这样子去做 才能免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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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既然你不会永远留在这个世间 听闻的人们啊 那么现在就开始准备你的旅程 在我们之中 事物能够能够持久 相信任何人事物永远属于我们 注定会令我们失望 这是多么悲惨的景象啊 目准够人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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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准够人们在死亡时心思完全被所爱之人与所留下的身后物占据 疑言除了一言 疑言除了一连与其他人们的目准备 完全无视于等待在他们前面的命运 如果他们完全忽略任何具有真实意义的事物 那么他们所要面对的命运很可能是充满痛苦折磨的 相反的 圣者与真正的行者不认为自己拥有任何事物 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是如此 更别说财务或住所 听到这样的事迹或遇见这样的圣者或行者 是多么令人有所启发啊 他们是财务为战时借来的虚幻之物 我们要经历很长一段旅程去通过六道轮回 如同一名小心翼翼准备旅程 展开环游世界的水手 我们应该亲近佛法 为自己面对一段甚至更长 通过死亡与再生的旅程 做好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